你有没有想过,如果你没有在你的目标上犹豫不决,生活会是什么样子? 想象一下,从你的代办事项清单上勾选所有方框,每周读一本书,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,并过上健康的生活。 梦幻,不是吗? 在他的《原子习惯》,一书中,詹姆斯·克利尔解释,说这是可能的,但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 他写道,成功是日常习惯的产物,不是一生一词的转变。 詹姆斯认为,养成习惯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,这不是关于最终目标,而是关于通往目标的旅程。 这就是,大多数人在制定目标时出错的地方,他们设定了与日常习惯无关的宏伟目标。 例如,有人可能将变得更健康作为目标,但这并不能真正帮助他们实现目标。 相反,让我们简化它。 每天早上起床,穿好衣服去健身房,是一个更容易且以习惯为导向的目标。 与其制定宏大的长期目标,不如从小而易于管理的事情开始。 这就是,为什么在2022年改变你的生活时,关注你实施的日常习惯,而不是大而模糊的目标是如此重要。 因为,从起床到入睡,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。 你日复一日的小习惯是你成功的基石。 但是,您不必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重大转变即可看到结果。 一次只解决一件事可以帮助您改善生活。 在改善你的生活方面,小步走很长的路。 以下是一些可以为您的日常生活带来积极改变的方法。 请记住,最好一次只专注于二至三个目标,这样您就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它们。 一旦你开始同时有五个,十个或十五个目标,你很容易就会筋疲力尽。 第一,早起。 比平时早起十五分钟,让您多花十五分钟来照顾自己。 花着额外的十五分钟来计划你的一天,伸展你的身体或者做一些内心的反思。 早上专注于自己有助于您计划和准备您的一天。 无论是通过冥想还是写日记,你冥想的越多,就越容易实现你的梦想生活。 尝试一周,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。 每天多花十五分钟可以让您感觉更神清气爽,更集中精神,并让您轻松应对这一天。 第二,花时间在户外。 在一个一切都数字化的世界里,几乎没有时间与大自然联系。 然而,花时间在大自然中对于维持您的心理健康极为重要。 约翰·缪尔的《山中的约翰》。 约翰·缪尔未出版的期刊艺术中的这些话说明了一切。 进入宇宙最清晰的方式是穿过森林荒野。 您可以通过散步,在树下看书,或者是坐在海边聆听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, 将更多的自然融入到您的生活。 大自然的馈赠是丰富的,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简单方法。 第三,记录你的想法。 记录有助于减轻思想负担并提高正面。 开始每天写日记,以集中注意力并反思你的日常生活。 但是,不要对自己施加太大压力来成为完美的日记。 你不必写一页又一页关于你的一天的页面来使日记值得。 取而代之的是,从简单的事情开始,比如写下你感激的三件事,或者只写五分钟。 随着你越来越舒服,你可以逐渐写更多。 如果您不知道要写什么,网上有很多提示可以帮助您入门。 选择一个放下对完美日记的需求,然后开始写作。 第四,建立界限。 设定界限可能很困难,因为我们不喜欢制造对抗。 但是设定界限并不意味着您很粗鲁。 这仅仅意味着您正在关注自己的心理、身体和情绪健康,并且您将自己放在首位。 记住,你可以说不,您没有义务在周末或工作时间以外接听工作电话。 您可以独处或者与最亲近的人交流您的担忧和感受。 设定界限可能看起来像是让自己与人保持距离,但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 第五,面对恐惧。 恐惧是一件好事,帮助我们所有人生存的是直觉。 但是,太害怕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会阻碍你的情感、个人和智力成长。 如果您真的想在2022年看到变化,请考虑您所拥有的所有恐惧,以及它们是否真的阻碍了您。 你害怕结交新朋友吗? 害怕向老板要求加薪,其实你应该得到加薪。 害怕走出舒适区并尝试新的爱好。 如果你每天一点一点地克服恐惧,最终你会发现,你的恐惧可能是不合理的。 你越是扩大你的舒适区,你就会变得越自信。 你就会越享受你的生活。 所以控制你的恐惧,不要让你的恐惧控制你。 第六,阅读。 正如奥普拉·温福瑞所说,阅读是我拓展思维,开阔眼界,充实内心的一种方式。 阅读不仅可以帮助您提高思维能力,还可以提高您的想象力。 通过书籍,你可以被传送到遥远的世界。 您可以了解不同的文化,不同的生活方式,并了解您从自己的生活中永远不会学到的东西。 但这有助于扩展您的思维。 每天只花15分钟读一本好书,你最终可能会学到一些你没想到的东西。 第七,学习新事物。 无论你是谁或从事什么工作,总是有学习和成长的空间。 学习带来知识,知识,带来信心。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,了解如何适应和学习新技能非常重要。 每天花几分钟时间学习一项新技能,无论是弹吉他,学习编写网站代码,还是制作新食谱。 学习是一个终生的旅程,不会在我们从学校毕业的那一刻就结束。 但要成为这一旅程的一部分,您所需要的只是一颗热切的心。 第八,练习正念。 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的使用,我们的大脑难以集中注意力,并且更容易走深。 我们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越多,活在当下就变得越难。 然而,通过练习正念,我们可以提高我们专注的能力,并摆脱对设备的依赖。 尝试通过每天冥想或写日记五分钟来练习正念。 通过花时间反思和专注于现在,你会感到更加满足和平静。 用越南佛教僧侣和一行禅师的话来说,正念帮助你回到现在。 每次你去那里,并认识到你所拥有的幸福的条件,幸福就来了。 第九,整理。 整理不仅仅是让您的空间美观,它实际上与清除,干扰您内心平静的事物有很大关系。 整理不仅是要清理你的家,还要清理你的数字空间。 因此,整理可能意味着取消关注您在社交媒体上没有引起共鸣的人, 取消订阅您不再阅读的新闻通讯, 删除旧的联系人文本或电子邮件或存档旧照片。 当你整理你的物理和数字空间时,你会感到更自由,更少分心。 归根结底,你是自己生活的主人。 除了你自己,没有人能帮助你让它变得更好。 而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,就是每天改变一些小事情。 所以选择一个你知道你可以每天实施的小习惯, 并专注于将它添加到你的生活中一周。 在那一周之后,专注于实施这个习惯两周。 然后三个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了。 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一个简单的习惯。 感谢收看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,也欢迎分享出去,让更多人看见。 记得关注哦。 更好的视频还在路上呢。 我们下个视频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啦。